創始之歌 NCP-407 或者是我稱為聽人會讓你吐槽長眉群的可怕玩意兒 首先我聽說有些玉族的成員 相當想要這首的成員們解釋一下當初為什麼會消滅的首歌 則是被他們稱為407的東西 也有些人稱呼這首歌為寵始之歌 實際上即使我們對這首歌也值之甚少 我們無法帶打只能依照我們對其所知 譯測掉破壞她的黑皇后是出於什麼樣的動機 我們所知的是這首歌曾被入戰一個草白未知的卡士路易帶女 以人聲演奏並且被獄除 也就是所謂的SCP基金會人員以數位檔案的方式被分了幾分在電腦之中 有一日黑皇后就將他們全數刪除了 黑皇后是其他蛇之手手裡 請不要怪我們 我們知道在短時間內 聽著她會治癒大多數的傷口與疾病 甚至治癒致命性的傷害與殘疾 並且會讓聆聽者的肌肉增長與小幅度的長高 原理可能是針對生命力也就是現代學說稱呼的EVE理直 高強度增強或補充 讓聆聽者的細胞快速增殖 也因此癌症與精神疾病都無法被創始之歌所知 過長的時間聆聽這首歌增強的作用 將會影響真菌類和植物的活躍 最終將會壓過人體所能承受的極限 真菌和植物會在聆聽者內臟 尤其腸道、肺部、氣管內快速增長 聽到這裡人差不多就死定了 肺脹與氣管堵塞將會讓年輕者窒息而死 並且真菌與植物將快速生長於自我負責 並且以年輕者的屍體當肥鳥長得到處都是 真菌與植物都會依照極快的速度變種 以研化出各種類型甚至研化出各種不同的動物 可以在短短30分鐘之內 在獄竹所提供的實驗空間內形成一個獨立生態系 過程可以參照現代理論的研化論 這也是為什麼有人會稱呼它為創始之歌 這份資料是來自於幾位不願居民的SCP基金會能源的內部小道消息 為了保護當事龍決定不將他們的名字記載上來 考量到起在地 儘管無法確認創始之歌是從何時出現的 因為我們所能掌握的情報來說 它只是一首歌曲的部分內容而非整首歌 選取人就下落入 只能推測卡式錄音帶中的內容應該是在1971年之後才被禮止 這是因為適合播放音樂的卡帶在1971年之後才被發揮 可是當卡帶錄製著沒有傳夜時空的話 這樣的推測應該是穩妥 不過誰曉得呢 圖書館裡也不是沒有記載有關時空旅行相關的書籍的 一方面隔絕自己受到的影響 一方面也聽不到那些受害者的殘教 的確是很聰明的作法 最後在玉圖的眼皮下 創始之歌的卡帶和被奔都被黑魔後所刪除 過程之中死傷者只有一位 創始之歌不論是其載體或是性質都接近信義代償 但它的緣曲很可能已經歷史悠久了 這讓我們在查找圖書館中藏書資料時難以確認 由這些線索來看 這首歌是信義代償的可能性相較來說更高 由於它對自然介餘的內社會都有的高度潛在威脅性 我們推測這可能是黑皇后無法容忍器要這樣子刪除的名字 但是是誰造出這些玩意 我的意思是既然聽久都會掛掉 演唱者又為何不會死 演唱者與宙學家可能都並非人類 就算是人類也肯定看我們一樣有莫中程度上的異常 或者大非洲章為創造這首歌 每次都在滅區環境下進行 卡式錄音帶沒有錄完整首選擇 那是否完整樂譜能流通在世界上之前的一個疑問呢 或許我們日後可以以此為線索去查找圖書館中的書籍來更了解它 www.bexi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